挑战一分钟玩迷你世界 看小表妹如何一分钟速通生存和跑酷 熬过压力满满的期末考试 这下总算迎来欣欣念念的暑假 这不得好好在这个暑假里边狠狠地玩迷你世界 玩什么玩 你看看你期末考试考了个什么回来 数学用于俩鸭蛋 是想给你妈妈和你爸爸加餐吗 妈妈你听我狡辩 考试不完全代表我的实力 这只是一种检测学习成果的手段 再说了 人生自古神秘考过的鸭蛋 早好吃的都是他 给我面壁撕过去 我那个豆 我妈居然不给我玩迷你世界了 算可以不吃就可以不睡 但迷你世界绝对不能不玩 咋的 表姐你还能在没法玩迷你世界的情况下 我一遍生存和跑酷不成 没错 玩迷你世界也不通过生存的跑酷 那都不叫玩迷你世界 今天我将展示游戏中的真实 一分钟速通迷你世界的生存的跑酷 我看表姐你也没发烧啊 真不敢相信你哪里来的信心力的flag 要是你真能一分钟速通生存和跑酷 我这个月啥都不干 就伺候你一个月的奶茶 补充你一句 通关生存可是要打败虚空幻影的哦 嘿嘿 你都懂得瞧吧 开始计时 首先跟男妈手上来回手机 假如要上网买学习资料 用最快的速度清理后台 打开迷你世界 上线后先把活动中心里的每日签到 和午休晚间里包成地理嘛 了解 你还浪费时间在这些日签上呢 等会生存和跑酷你还有时间啊 我就是速通生存百时光幻影嘛 接着我们打开一个随机地图 直接从创造模式里边拿着三角碎片传送到火山 并准备好赞金生物 还有最关键的一个 数据进入游戏攻击一万甲 这样的话 时光幻影露头就秒啦 糟糕的家伙 你真的很糟糕 不是吧 这样也行啊 我就问了时光幻影哪里呢 速通上升层后 还有不到20秒的时间 简直出着眼睛 咱们都随机找一个岩浆下降地图 来到岩浆下降地图中 根据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我们先下去口袋一次 过来 其实利用无敌保护再下去一次 就能到终点啦 小小跑酷拿下拿下 不是吧 这样都行 我操 不请 速通上曾打排西风换影 跑酷也达成成功 虽然后边不能玩手机 不过还能来拍一个月的奶茶 也算丢了西瓜姐芝麻 小亏 学习资料买完美 还不快上交手机 来了来了 小伙伴们 一分钟速通迷你实现 你们知道了吗